那我必须来个绝狠的流星奶黄 把他们的五人莲蓉制备 杀个片甲不留 外面四十一块美心月饼 制作究竟有多复杂呢 那你就耐心往下看吧 这些材料按步骤 搅拌均匀 再过滤成细腻的面糊 加入鲜蛋黄碎和黄油 小火迅速炒成爆团状 凉头放冰箱冷藏一小时 现在做流星馅 能不能流星 这个步骤很关键 所有材料加入 再翻炒三分钟 然后放凉后装入表花袋 冷冻一小时 最后来做月饼皮 黄油一定要提前室温软化 再加蛋液和三花蛋奶 搅拌均匀 再筛入这些粉类 捏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你以为这就快结束了 不 冷藏好的流沙馅 一个个搓成20克的球 再把流星馅 挤成一个个的7克 流沙馅包裹流星馅 继续搓成球 月饼皮 搓成20克的球 再包裹两层内下的球 再搓成终极球 模具压出漂亮的花纹 冷冻一晚 Domorrow Morning 拿出冻硬的月饼 喷它们一头雾水 入烤箱200度5分钟 拿出亮一分钟 再升高至220度 再烤5分钟 就大功 告成了 这可是我除霸江湖的代表作 你想要来挑战我 那就来美地美剧吧 在发现页面的达人板块 发布你的创意之作 或者月饼二次料理 以绝高下吧 哦 还有惊喜哦 可参与全宁猪球活动 你看我的 多好看呀 你看我这个层好看的 哎 牛宝你的呢 这儿呢 牛宝 我用我珍强的五元的跟你换 我用我82年的红酒热饼跟你换 牛宝